然后游戏直播呢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就是预算充足的话 我建议大家也是频繁去做的 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可能是能很好的去 就是配合你的运营活动 去拉付费的一个活动吧 算是 但是这里边也有些坑 因为你做游戏直播的话 肯定会去找代理 代理呢一般可能会给你推荐 Niconeco居多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做 Niconeco这个平台 但是也可能是跟产品有关 游管呢是我首推的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日本的一个当地的平台 主要是我主要首推的是 这两个平台 然后人数呢 我一般是推荐四个人为主 因为可能主流啊 日本的主流的游戏直播 都是四个人 然后一个MC 一个是CV 还有两个是资深玩家 然后一般呢找代理店呢 会给你去做一些活动的 就是直播活动的台本 我们不计划